要怎么样才能收紧毛孔呢? 它是这种很...是... 我现在就这么滚动了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Christ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如何紧致你脸上的毛孔 让它看上去更紧致,更光滑 然后呢,在你上妆了以后 你的妆容也会更加服贴 要怎么样才能收紧毛孔呢? 毛孔是皮脂线的导管和出口 当我们的毛孔粗大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会看起来比较暗沉、肮脏 让我们看起来更加会显老 那么首先我们要承认 我们脸上的毛孔是没有办法把它消除掉的 不管你是爱它们还是恨它们 那毛孔是本身我们皮肤的一个结构 那么只有我们把它适当地处理好了 处理干净了 那你的毛孔就会变小 变细致 那么有的人会问 为什么我的皮肤毛孔看上去比别人的大 人家的皮肤毛孔看上去那么细腻呢? 那真的是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原因 或者你身体里面的荷尔蒙啊 你的压力大呀 还有经常你没有注意擦那个防晒油、防晒霜 还有我们除的环境 可能我们的空气污染啊 等等的原因都会造成让你的毛孔粗大 就是里面的脏东西越多 你的毛孔就会越大 首先我们就是要清理你的皮肤 清洁工作一定要做好 所以每次当我们白天化妆也好 还有擦了一些防晒油、护肤瓶也好 到了晚间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理干净 那么我经常就是会双重清理 double cleanser 第一次就是你会用到这个庞氏的 我经常会用到这个庞氏的 去makeup的那个cleanser 你用这个眼线笔呀 或者唇膏啊 然后我就用这个庞氏的 你这样用一笔 放上去 你看它马上去清理 马上就像一层油一样 它就会马上把你弄得很干净 这个庞氏真的很好用 很推荐给大家马上就没有了 你看就没有了 然后你就把它洗掉就可以了 洗完之后就没有了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 就是那种油油的感觉 对 你痕迹全都没有了 然后你洗完了以后 你就做那个double cleanser 用这个CeraV的 然后就重新再洗一下脸 这样你脸部就保持很干净了 那我们用完了庞氏的 makeup remover以后呢 我还会用以前推荐过的 CeraV的那个 Face Cleanser 那接下来呢 我之前也提到过 我还会用到的一个 就是用热毛巾敷脸 你可以用早上 晚上都可以 你用一块热的毛巾 敷在脸上 差不多30秒到1分钟的左右 让你所有的毛孔都打开 之后你再清洁你的脸 这样呢 你毛孔里面所有的脏东西 都会清洁的非常干净 又或者呢 有的人就会有用的那种 真脸的仪器 我自己没有用过 我就是一直是用热毛巾敷脸的方法去把毛孔打开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用到的就是把洗脸棚里放一些热水 然后呢把那个毛巾盖过你的头 让你的脸就是在那个热水的蒸汽里面 让它 让这个热水的蒸汽把你的毛孔打开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接下来呢我还会用到的方法就是去角质层 我用到的是Polus Choice 这个Exfoliate 它是2%的BHA liquid 这个Polus Choice它是可以清除你毛孔的污垢 并且呢可以让你的毛孔缩小 而且呢还能够让你的皮肤表面看上去比较光滑 另外呢它也是水质状的 非常容易被吸收 你用的时候呢最好是晚上 因为它是酸性的 酸性的在白天的时候对阳光是比较sensitive 所以它这种酸性的 晚上就是很水质的这种 你看我一小儿 就是这种水质的东西 你把它涂在脸上 不用去清洗掉 它就慢慢慢慢会摄入你的皮肤 然后去你的皮肤的角质层 一般当我们讲到就是去 角质层的这些护肤品的时候呢 产品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想到酸 那么它会有这个AHA和BHA的这两种不同的酸性 那么AHA它最主要是去我们皮肤外面 角质层立成死皮 BHA呢它就可以渗透到我们皮肤的毛孔里面 做进一步的清理 这样呢就双重方法就可以把我们皮肤的毛孔和死皮去掉 那么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 酸性当你在使用酸性的时候 你的皮肤会对阳光它非常的敏感 所以呢我建议你们可以试在晚上用 如果白天用的话 你一定要查完你的酸性的去角质层的产品之后 一定要查防晒霜 防晒霜 去角质层的产品你不需要每天都用 根据你皮肤的油性皮肤或者是干性皮肤 我基本上就是说会一个星期用一到两次最多了 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干性的 而且到了这个年纪就是说你的皮肤会越来越薄 我就不想太伤害我自己的皮肤 过量也不好 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可能就是一个星期用一次 或者一个星期用两次 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我还会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经常在家里用到的一个是 Ice Roller 只可惜我上次出去旅游的时候 带出去的时候把那个把手丢了 所以呢我只剩下这个 因为我每次用完了以后 我会把这个Ice 它里边其实是一个冰块 就是我会把它放在冷冻室里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忘记 忘记把那个那个把手 它两边有那个洞 看到吗 它两边是可以夹上去 然后你就直接在脸上就可以滚动 所以我经常会用到它 就是说让你的毛孔一下子就缩小了 白天特别是早上当你的皮肤 早上起来你看到你的脸很肿的时候 它能够消肿 所以我现在就这么滚动它 滚动它 因为我那个把手没有了 我要去重新再买一个 非常好非常好用 而且它能够马上给你 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的脸或者是你的眼部 有肿的现象 它马上就能消肿 而且呢一下子就能把你的毛孔缩小 所以非常喜欢这样的东西 非常好用 推荐给大家 这个ice roller呢你用完了以后洗干净了 就是把它放在速冻室里面 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用 特别是到夏天 我现在也很喜欢用 很舒服的感觉 非常很舒服 特别是到夏天早上用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爽 因为它很凉嘛 但是它不会直接刺激到你的皮肤 不会像你直接用冰 我觉得有的人直接用冰 就一下子会很刺激皮肤 它没有那么冷 所以它外面是有一层这种硅胶的东西 所以就不会让你的皮肤一下子就 好像有的人皮肤很敏感 会刺痛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欢用这个 每天每天早上晚上滚一下 让你的毛孔就是能够收缩收缩 有弹性 这样呢更加能够紧致你的皮肤 其实要做到紧致或者是缩小你的毛孔 很简单 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就是一定要把你的皮肤清理干净 再有呢 就是你每个星期要做一定的去角质层的护理 让你的死皮去掉 然后你在查其他的所有的护肤品的时候 也更容易被吸收 还有呢 就是你要把你的毛孔 放大缩小 这样呢就等于像 其实我的感觉就像给你的皮肤在做exercise 然后它就自己会放大缩小的话呢 让你的皮肤看上去更紧致 更光滑 最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要去在吃的时候 要比较健康营养 不要吃的太油腻啊 或者是不健康的食品 当你毛孔紧致的时候 你无论在上妆 上BB霜 CC霜 或者Foundation的时候 它就会更加服帖 不会有脱妆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我这一类的频道的话 请订阅 点赞 并打开小铃铛 那么下次等我更新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了 好了 谢谢 再见